《九信報》財經新聞,上半年260家企業進駐創新高 2015年7月10日財經A06投資推廣處於今年首6個月 共協在260家內地和海外企業、內港開展或拓展業務 較去年同期上升17% 預計可為香港帶來2624個就業職位 較去年同期上升73% 兩項數字均創列年新高 投資推廣處處長賀佩年更表示 雖然近期股市波動 但仍然有信心達到全年協助370家公司來港發展的目標 賀佩年指出 一般企業來港開業或投資 主要是考慮公司長遠業務發展的需要 短期的股市波動應該影響不大 投資推廣處表示 將繼續留意未來股市發展 廖帶來2624個新職位賀佩年認為 內地城市雖然越來越有影響力 但香港仍然有一定優勢 透過互港通、一帶一路 以及即將開通的深港通 都可以為香港帶來更多投資機遇 而且企業不但是香港為開拓亞洲市場的渠道 更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跳板 吸引內地和海外的企業前來發展 上半年投資推廣處共協助來自32個國家 共260家企業來港發展業務 其中最多是來自中國的企業共有52家 佔比達20%,其次是美國13.8%、英國10%、日本7.69% 以及法國6.15% 此創企業方面,其內投資推廣處協助了 54家此創企業及企業家在香港設立業務 去年同期協助了39家創業公司 其內協助的此創公司主要來自美國、法國、各8家 及英國7家 包括密聯網和金融科技行業的公司 才經上半年260家企業進駐創新高 達到